这是我夫妻日记里的文字 这是她的青春留下 留下了三万事 多年以后我看见泪流不止 我的夫妻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 2017年登上歌手的李健给许飞发短信 她想在下一场比赛唱许飞的附近鞋的散文诗 可惜消息连发三天都没收到回信 她只能拖住李来发条私信 后来由主持人问许飞 为什么要亮着李健 她不好意思地说 那天李健跟许飞要了翻唱圈 还一个劲地说要哈号 因为她要给许飞打反圈费 原本许飞觉得没必要 但李健一句话 直接让许飞飘泪 你就听我 我印象复别的 这个作曲人 创造人应该得到尊重 其实波形写的散文诗 很多人都翻唱过 许飞全面都得到过这种待遇 李健老师也算是为数不多 尊重版权和认可原创作者的人 她有记者问李健 你怎么看待盗版问题 本以为她会说言打盗版 结果李健笑得温柔 我不在意别人翻唱自己的歌 要版问题是国家乱的 我们做好自己该做的就行 成家歌手其境 李健在翻唱过程中买了一堆版权 让戴雄这首货放过你的悟空 为数次翻唱后 版权收入依旧为零食 女儿前作者徐庆兴 特地发展文表扬的意见 她不仅打电话中求我的同意 还支付了版权费 应该给她点赞 就像李健听口说的 版权费是创作人的生活来源 而她也用自己的力量 为创作者某福利 让原唱们提高知名度